8月2日,警匪动作大片《使徒行者2》电影行动在上海举办发布会和首映里 导演文宏伟协主演张家辉将配遥到场交流 据悉,《使徒行者2》延续了前作三大经典元素 警匪、卧底、兄弟情,保留了导演和主演的金牌阵容 不过续集以全新的人物关系展开故事 兄弟战场也由前作的巴西变身为此次的缅甸西班牙 张家辉坦言,在片中自己也挑战了演艺生涯最大的场景戏 一天到西班牙去拍一个那么大型的场面 不光是我们居住的一切都可以 因为那边从来没有尝试过让外国人到来拍那么严重的事情 我们居住之后,用很有场地也解释了很多安全处施 我们会怎么样解决以忧郁的问题 结果慢慢交出了一个场地 当地就反而变成协助我们 相信我们去拍 我自己拍片可能一部是我最大型在YD里的 也是西班牌卸的一次 作为《使徒行者》这一金牌IP电影版三年后的回归制作 《使徒行者2》在制作上全面升级 《枪战》、《爆破》、《飞车》、《拳脚器》样样不缺 为了给观众最真实的感受 导演也选择了实战实拍 不过分依赖电影特效 第一集的大家接受的都是里面的动作场面跟那个兄弟情 所以导演这次就特意的拔解两个重点放大 首先我们的动作场面就远复两个海外的外景 一个是缅电 一个是西班牙 如果要说将《使徒1》去比较2的话呢 这个2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提升到一个 导演说是一个其实他用心就是在想要一个 特攻偏的每一种长度的一个简线给大家看 在热播剧《亲爱的热爱》中扮演孙丫丫的演员江佩瑶 此番在《使徒新者2》中担任女主角 饰演一位正义的女戏者 与张家辉、古天乐、吴振宇三位影帝合作 江佩瑶采言很荣幸 同时也收获颇多 特别特别的荣幸 能跟三位一起合作 然后一开始 其实真的很紧张 就是有一种小迷恋 小迷恋要见偶像的那种感觉 但是后来开始拍了之后 因为他们对我都特别都给照顾 然后也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 因为我记得有一场戏 就是是我情绪比较大的一场戏 然后是一个嘉辉哥的一首戏 然后那个时候就嘉辉哥就会帮助我 然后帮我讲述就是Amy 其实当时会看到有什么什么样的画片 也会有什么什么样的感觉 然后慢慢帮我带到我们一起去旅行 据悉《石头行者2》将于8月7日正式上映 在面前的 这种节目 再下一次 扇败贿费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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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